打在三壘 穿過了張仁瑋的手套下緣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持恩綺是上壘了 那現在就看球判要怎麼給判喔 三壘方向的強襲球 打得很強勁喔 張仁瑋上來守備馬上接受考驗 那對富邦安將來說是沒有人出局就可以上到一壘 外角的訴求在高的位置稍微進來一點 打到手套啊 守備的範圍是可以 一二壘間的穿越安打 打得很巧 通過二壘繼續往三壘去 球傳三壘滑進去 他現在是沒有人出局攻佔一三壘 王正堂繼續的打出他在這一季的第61支的安打 繼續的坐在安打王的位置上 王正堂今天二支二喔 而且兩好球的情況 球棒控制非常好喔 而且一壘有人的情況 也想辦法把球打到一二壘中間喔 形成安打 持恩綺還靠著腳層還有他自己的判斷喔 連跑兩個壘包喔 也發揮他的腳層喔 持恩綺的腳真的很快喔 繞過二壘感覺速度完全沒有減慢喔 然後靠著一個飛撲上到三壘 這個非常賞心悅目的跑壘 這一球出手三壘方向接球之後傳二壘封殺 再送向一壘這是雙殺 既然雙殺就沒有打點了 持恩綺跑回來得到了第二分 但是這一分呢是德寶拉的飛澤失分 德寶拉今天製造了第二次double play 范國城強烈拉打 擊球速度也很快 那在三壘的正面接球 所以double play完成 一開始的步陣就是要抓出局數 對喔